那么现在呢房车旅行呢也成为一种新的时尚 因为它在旅行过程中呢是各个方面都非常的方便 它不同于大巴 因为你大巴车呢人会很多 还有一些你说小车自驾游 虽然是小车自驾游呢也很方便 但是来讲呢你需要住宾馆 那么每一天你需要退房啊入房啊 甚至这个酒店在忘记的时候也非常的紧张 那么最最重要无论你是大巴游还是小车游 它有一个这个大家尤其是华人来以后 总觉得哎呀出去这么多天天天你是披萨呀汉堡啊 这个每个人呢在这方面你都觉得不太好 那么呢如果我们房车游呢跟那就不同了 第一呢我们见到这个行点好看的地方呢 我们就自己停下来啊 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吃的方面呢 每一天呢我们都准备自己的东西啊吃自己的餐 在美国买这些食物呢吃呢也并不是很贵啊 那么还有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不需要订酒店啊 其实再忘记你的酒店的费用啊 啊这个我们房车你想一个营地一台车才几十块钱 而且大家呢都在一个这个房车里去睡 甚至你要在搭帐篷那种感觉呢跟你住宾不住这个宾馆酒店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你非常舒适啊 那么像这种公司呢这个算属于这种叫包车代驾驶 那么我们为了满足这些人的需求啊 你像睡熟大的了想一个家人的了 我想就想单独处理玩 我不想这么费劲的话呢 那么你在洛杉矶呢你像我们公司呢就专门提供这种服务啊 这种属于这种代驾驶的啊 那么所有的营地呢我们都帮你们订好 然后呢这个景点路线设计行程呢 因为很多地方我们都去过啊 那么呢我们帮你来策划你的这个路线 给你做个私人定制啊 然后呢我们在一起去做 那么这样的话呢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那很多人问说那这种大概价格要多少钱啊 我们呢在这个标准当中是这样来算 我们分大包小包中包是不一样的 小包那是只是提供车跟司机 加上我们的所有设施啊 你像这个过碗瓢盘啦 烧烤的这些个东西啦 这个户外用的这些炉啦 帐篷啦 还有这些个篝火啦 灯啦 所有的这个音响啦 卡拉OK啦 反正很多方面能有的基本都有 你只需要准备什么 只需要准备你的个人睡袋 和这个洗漱用品就可以了 那么你这种呢是属于叫小包啊 小包只你这个承担这个车啊 跟司机 那么费用你一天是500啊 剩余的盈利我们帮你带定啊 那盈利费你这个有单子 多少钱你自行结算 还有这个路上的油呢 啊那你直接你需要加油的时候 你自己去加油啊就可以了 那么中包是什么 是说很多人说 哎呀我也不知道一天跑多远 我也不知道营地费大概多少钱 那我们把营地费跟这个油钱啊 都包括在内了 一天呢是800美金啊 800美金 剩余其他的吃饭呢啊 那这些东西你自己去准备就行了 还有一种就是大包型 大包型是我们连吃饭啊 都包括在内了 所有的全程的采购 甚至我们还有这个专业的摄像啊 航拍录像 所有的提供的服务呢 全都给你提供了 你呢就只需要拿个小包啊 拿个睡袋来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至于说到哪去玩 怎么玩行程的设计路线 这些呢我们来帮你去做 甚至我们还包括紧点文票啊 这些呢就是说在这个旅行当中吧 能提到提供到的 那我们都提供 里面我们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